《孟婷的黄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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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还怀孕了 两家商议着挑个好日子 把婚事给办了 前几天我就提出来办婚宴 各种繁忙 我们先把正扯了 但是王志兴就这么推三阻四 说是先办婚宴 扯正不着急 今天他竟然和我说 反正我也不急着办婚宴 要不就让家里先给他的好妹妹王科 把婚宴办了 宁渊 你也知道 我父母手里没什么钱 实在没法子在短期内办两场婚宴 所以家里商议了一下子 我们就先扯正婚宴就算了 另外 你不是攒了好些黄金吗 先给柯柯办婚礼 前面的话 我仿佛听懂了王志兴的意思 他家没钱 所以只能给王科办婚礼 我和王志兴的婚礼就算了 不办了 甚至他还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说是我提出来先扯正的 至于后面的话 我就没有听懂了 为什么让我把收藏的黄金拿出来 给王科结婚呢 几个意思 我问道 王志兴微微皱眉 半晌 这才慢吞吞地说道 宁渊 你嫁来我家 就是柯柯的嫂子 如今柯柯结婚 你不应该表示表示 我真的被气笑了 作为嫂子 小姑子要结婚包个大红包是应该的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小姑子结婚 要嫂子拿黄金做嫁妆的 这是什么道理 王志兴不管不顾 继续说道 宁渊 你那个黄金记录表格 我收藏了 金条一千五百克 手势十斤五百克多一点 你那些小玩意就算了 这个大福家的祥连 初战套装大气漂亮 柯柯结婚戴着正好 还有两只凤钗 三只金步窑 这些都是要的 王志兴掏出来一张纸 戴着眼镜 拿着圆珠笔 在表格上勾勾画画 某铺家的首饰就是精致 扑上扑上地戴着钻 这个还有一对花丝镯子 都要就这样 宁渊你去拿出来 等等你那个罗电红木首饰和一起 柯柯结婚的时候摆着好看 我等下送柯柯回去 我顺手操起桌子上的一杯水 对着王志兴脸上泼了过去 骂道清醒了吗 没清醒 自己撒泡尿醒醒脑 王志兴呆了一下子 用手摸了一下子脸的水 恶狠狠地骂道 宁渊你发什么疯 自从你怀孕了 脾气就越来越大 老子好好地找你商议 听不懂人话吗 阴阳怪气地给谁看 旁边王柯再次开始哭了 不断地应应应 嘴里说着让王志兴不好和我吵架 却紧着在挑拨离间 王志兴忙着又安慰王柯 看到我站在旁边 他又呵斥道 宁渊 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 赶紧把金子拿出来 我看着王志兴 这人就在一瞬间陌生至极 恐怖至极 小时候我受教导和影响 认为这世上黄金是最靠谱的 胜是买首饰 乱是买黄金 所以等我有能力 我就陆陆续续地开始买金子首饰 都是大品牌高公费的东西 金条金元宝也都很是讲究品牌 没想到我悄悄地攒了一点黄金 竟然被恶狼盯上了 王志兴 我的东西我不会给任何人 我站起来 冷着脸盯着他说道 别说是你妹妹 你们你都不成 带着你的好妹妹 从我这里滚出去 我就当他今天没有来过这个话题 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提 王柯蛙的一声又哭了 然后他撒腿就跑 王志兴忙着叫道 柯柯 但是王柯充耳不闻 开门跑了出去 摔门的声音像是我家门和他有仇一样 看着王柯跑了 王志兴转身看着我 恶狠狠地说道 宁渊 你怎么这么小气 柯柯要结婚 要你一点黄金怎么了 要你的肉了吗 我努力压制下脾气说道 王志兴 你可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黄金价值多少 照着现在的金价 不算 首饰的溢价价值差不多百万 王志兴一脸不耐烦地挥手说道 宁渊再贵重 难道比我妹妹更重要了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她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你就不能让她风风光光地出嫁 你作为我们老王家的人 就不能给她考虑考虑 我听了这么一番言论 气得一颗心秃秃地跳 本来怀孕了 我血压就不太稳 这个时候 我心脏都很是不舒服 所以我忍不住捂着胸口 王志兴见状 竟然冷笑道 宁渊 你这模样做给谁看呢 装什么西子捧心 呵呵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除了我 谁要你啊 我告诉你 这事情没得上意 你给也得给 不给咱们这婚就别结了 我倒要看看你带着肚子 谁还要你 我气得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当即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王志兴的脸上 你敢打我 王志兴顿时就跳了起来 一把揪住我的衣服 然后狠狠地把我推到一边 我站立不稳 一个猎且小腹撞在了桌子脚上 顿时我就痛得连着站都站不起来 耳边传来王志兴的喝骂声 你一个娘们竟然敢打男人的脸 你们没有教你吗 说着他竟然给我妈打电话 我听着他在电话里面大声责问我妈 这就是你宁家的家教吗 你这女儿我可不敢要 你还是领回去吧 我忍着剧痛直接冲过去 抢过他的手机砸在了地上 这一刻我手脚都在颤抖 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这婚不结了 滚 滚 这一家人赶紧滚出我的视线 王志兴 给我滚出去 你别忘了 这是我的房子 我气得泪流满面 连着说话都结结巴巴 王志兴捡起手机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骂道 什么你的房子 你人特么都是我的 还你的房子 宁愿 看在你怀了我老王家的种 老子不和你计较 否则老子今天抽不死你的 等下把金子拿出来 我给磕磕送过去 否则老子不会要你这种小气 没教养的女人 谁给你胆子敢打男人 看着王志兴拿着外套摔门出去之后 我跌坐在椅子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和王志兴是在大学认识的 从认识我不到一个月 他就开始疯狂追求我 每天早安晚安 没事送个早饭奶茶 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追我 我终究年轻不懂事 加上从小耳濡目染 总觉得人到了这个年龄 就需要找另一半一样 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追求 我家境还算不错 除了我父母住的那套房子 在海城还有一套小房子 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一套 不大 加上公摊 也才一百多平方 但我毕业之后 就和同学开了一家室内装修 设计工作室 没花多少钱 把这套房子装修了 搬了过来 王志兴在学校毕业之后 自然也就留在海城工作 鉴于我们是恋爱关系 他借口房租太贵 堂而皇之就搬来我这边住着 平日里生活虽然有过小磕碰 但总体来说还好 亲戚朋友也都说 小两口过日子 哪里有不磕磕碰碰的 王志兴不错了 别挑就这样所谓的 和魔道准备结婚了 我好像突然就看清 他的庐山真面目了 小腹痛得慌 似乎有一股热流汹涌而出 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 却是一阵炫韵 我忙着打电话给我闺蜜女警 他赶过来急匆匆地 把我送到了医院 孩子没有能够保住 没了在之前产检的时候 医生就说我身体没有调养好 现在根本就不合适要孩子 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一个意外 我当时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和王志兴商议着打掉 过段时间再要 结果他说 宁愿 你怎么可以如此残忍 那是我们的孩子 别这么调情 什么不合适声 不过是医生忽悠你买一堆 不要的借口罢了 我准备观望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个孩子意外而来 也意外地掉了 医生嘱咐我好好休息 这期间 我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询问我怎么回事 我告诉他 我要和王志兴分手 女警拿着我手机 去病房外面打电话给我妈 说了种种 我在医院迷迷糊糊 睡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突然被手机惊醒了 王志兴打来的 宁愿 你死哪里去了 电话里面 王志兴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 我告诉你 柯柯要是有个好歹 我要你全家抵命 我听得尾时好笑 告诉王志兴 他敢动我的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我就告他偷窃 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顺便把他拉黑 但是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又有电话再次打来 不是王志兴 而是警察打过来的 说是王科哭着闹着要跳楼 警察和消防员都去了 根据警方了解 王科是和我有一点小矛盾 所以一气之下要跳楼 问我能不能过来劝劝 乔乔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然后说道 他现在流产了 在医院躺着估计是来不了 王科也不是当真要跳楼 你们劝劝就好 对方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女警 很富有正义感 他说他可以开车来接我 毕竟人命关天 我同意了 起身换好衣服 那边女警也带着人来了医院 在车上我告诉女警姐姐 我没有把王科赶出家门 我只是不同意 送两千克黄金给他做陪嫁 毕竟我家里没有矿 我笑得讽刺女警姐姐 忙着安慰我 又说等下把话说委婉一点 先把她骗下来 我点头答应着 坐在副驾驶室的女警 突然骂了一句粗话 说道 这渊渊她这是网报啊 说着她把手机递给我看 原来王科在爬上顶楼之后 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在视频中 她跪在天台上 一张小脸煞白 哭得宛如梨花带雨 我要结婚了 哥哥说给我筹备一点黄金做陪嫁 嫂子不同意 嫌弃我是农村人 把我赶出家门 我无家可归了 嫂子看到我就去洗手间吐我 真的有这么恶心吗 莺莺莺 哥哥从小疼我 现在有了嫂子了 也不需要我了 我不活了 我死了算了 我气得颤抖 如果王家有钱 想要怎么给女儿筹备嫁妆 那是他们的事情 没钱却要动用我辛辛苦苦积攒的黄金首饰做陪嫁 如今王科还往抱我言辞含糊 也不说明白黄金到底是谁的 我心知肚明 他这个视频误导性很强 很多人会本能地认为 黄金是王科父母 以及他哥哥给他筹备的嫁妆 而我这个嫂子恶毒舍不得钱 不愿意和小姑子闹了矛盾 还把小姑子赶出了家门 导致小姑子想不开了要跳楼 直播间很多人在劝说他 李智的宝 你哥给你的黄金 你嫂子是没理由阻拦的 别闹 赶紧下来 中间观望成分 嫂子和小姑子不合也是常事 姑娘你别想不开 你也不是和你嫂子过一辈子 脑残的妹子 你要死也先弄死你那恶毒嫂子啊 有一说一 别人让你不好过 你就应该让别人也不好过 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你那个恶毒嫂子为这挣家产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你要死了正好成了他的心意 更多的却是乱七八糟辱骂我的 骂我恶毒 容不下小姑子要分走一份嫁妆 还有人说让王科别闹 跳楼回家 不但要黄金 还要房产 让我这个嫂子一无所有 我气得心脏都有些不舒服 让我和女警姐姐都哭笑不得是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王科已经被警察劝下来了 鉴于他闹跳楼 违反了社会治安罪 所以他会被拘留七天 女警姐姐又把我们送回医院 第二天下午我出院 女警送我回家 进门我就看到 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 像是招贼了一样 我没有进门 直接打电话报警了 昨天的女警姐姐 明显就是管我们这一片的 他带着人进去 做了现场调查 我家门口有监控显示 只有王志兴一个人进来的 我家保险箱明显有撬过的痕迹 这还不算 我摆在梳妆台上的一个金镯子没了 大福家的传承系列六十多克 一个goochie包没了 包里的东西被倒在了地上 女警姐姐问我要不要立案 这个案子很明显 我家就是被王志兴给到了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先做调解 他说他是过来人 劝我认真想想 不要冲动 他这边先踩正 如果要立案就找他 甚至他还劝说我 男人想要贴补一点给亲妹妹 也是合情合理 让我大度点 小夫妻哪里有不吵架的 我内心无力地叹气 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和王志兴分手了 我可以不立案 但偷了我的东西必须要还回来 警察走后 女警就忙里忙外地帮着我收拾 你不要乱动 女警看着我去拿拖把 叫道 你这可是小月子 要休息好 别仗着年轻身体好作死 我苦笑说道 说得你多懂一样 下午我睡了一会子 迷迷糊糊把这几年来 和王志兴的交往过程 都在心里撸了一遍 当初我们就读的那所大学 是一家211大学 不是985 但是这家学校 不光有我们这种直接考入211大学的 还有专生本生上来的 众所周知 专生本自然就意味着 高考成绩不太理想 这才会选择就读专生本 王志兴就是这么一个学生 虽然我们表面上同级 但是他比我大一岁 从他开始追我 我曾经拒绝过多次 但是大概我不善于言辞 用我闺蜜的说法 就是笨嘴葫芦 拒绝得不够彻底 或者说就是我心善 不懂得如何对人 恶言相向导致的结果 就是他不断地纠缠着 闹得我周围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追求我 有同学嘲笑 他是标准的舔狗 他也只是笑笑 等着毕业了 我和闺蜜合作开工作室 装修这边的房子 他立刻就表现得像是24校好男友 忙前忙后等着房子装修好 他自然而然地搬过来和我同居 一直到他醉酒闯入我房间 和我强行欢好 导致我怀孕 双方一婚 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在本质上 我都像是一夜扶平 随波逐流 伴随着孩子的流调 我似乎也突然成长了 清醒了 觉悟了 对 这不是想要的婚姻 趁早分手 避免更大的伤害 黄昏时分 我妈打电话说要来看我 我说我没事 女警陪着我呢 结果我这边挂断电话 没有几分钟 我妈没有来 王志兴带着他老娘来了 我修改了房子的门禁卡 王志兴按密码显示错误 他一脚就狠狠地踹在了大门上 骂道 宁冤 有种你死给老子看 否则 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 幸好有女警在 他先是给律师打了电话 这才开的门 王志兴看到女警也在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但是王老娘可就没有这么眼力 见了 张口就说道 宁冤 你怀着我们老王家的种 就是我们老王家的人 怎么了 昨天的事情 你倒是给我一个解释 我无比庆幸 孩子已经留掉了 王老太婆 你要什么解释 女警 可不是我直接问到你儿子入室道歉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什么玩意儿 王老娘愣了一下子 随即她就跳了起来 伸手就要抓打我 宁冤 你们没人叫你吗 懂不懂规矩 你现在是我老王家的人 你要孝敬婆婆 尊重老公怎么了 你老公还不能动你的东西了 如今你把我女儿弄进去 你家难道不应该赔偿 把黄金拿出来 给我女儿做陪嫁 这是其一 我就这么听着 然后淡定地问道 其二 大概是我态度冷漠淡然 王老娘 以为我惧怕了 昂着她那丑陋的头颅说道 其二 把这套海城的房子 过户给我儿子 否则这婚就别结了 我是不会同意 你这么没规矩的女人进门的 要不是星儿 就看上你这没胸没屁股的女人 哼 鼻孔里面发音那鄙视的劲儿 我看着好笑 我算是明白了 王志兴不但要我把收藏的 两千克黄金拿出来 送给他妹妹做陪嫁 他还惦记着我的房 不是在房产证上 加上他的名字 而是直接让我过户 就因为我现在怀孕了 带着肚子 瞧瞧几次想要说话 我被我制止了 这辈子 我都在父母亲以及闺蜜的保护下长大 这一次我准备自己站起来 王志兴 听清楚 从我这里滚出去 我把你甩了 明白 不是分手 就是我特么地甩了你 我的房产 我的黄金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另外我报警了 把我的包和金镯子还回来 否则我会起诉你入室盗窃 哦对了 你酒醉强奸我的事情 我还保留着证据 要不我一起诉了 王老娘顿时就跳了起来 指着我骂道 宁冤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和我儿子提分手 你也不看看 你带着肚子 哪个男人会要你个二手货 王志兴也帮着说话 乌言会语 当然 论骂人 我闺蜜女警可是一点都不让人 就在双方各自问候到满户口本的时候 悄悄联系的律师也赶了过来 我就当着王志兴的面 开始和律师商议着如何起诉他 律师说 王志兴索要黄金和房产属于勒索行为 醉酒之下强行闯入我卧房和我欢好 致使我怀孕 这是妥妥的枪奸 王志兴终究是读过大学的人 有些法律一时脸色极其不好看 但王老娘就不同了 他还天真的认为我就是婚前拿桥吓唬他们 以此作为要挟的手段 就像他儿子用我怀孕仪式拿捏我一样 可笑的是 他们还不知道孩子已经留掉了 于是他开始撒泼砸我的东西 我再次报警了 还是那个热心的女警姐姐带着人过来的 最后王志兴和王老娘被请走了 而我也准备了材料 开始起诉我 门口有监控 女警还趁机录音了 算是铁证 加上王志兴偷走我的东西 我也是报过警的 基本证据充足 一周之后 这个案子就要准备开庭 这段时间 王志兴曾经找过我两次 我都拒绝见他 找了女警 帮忙把他所有的东西 都打包叫了货拉拉 送去了他苏承老家 而我直接搬去了女警家住着 就是怕他骚扰我 但是在法院开庭之前 他还是趁着我下楼买咖啡的时候 把我堵在了咖啡厅 由于人多 我也不怕 就问他是不是准备归还我手镯荷包 宁渊 我们好了一场 难道真的要闹到这种地步 他说短短一周 王志兴很是憔悴 我听女警给我八卦 他最近工作连续出错 已经被公司开除 他说话的时候 还妄图拉我的手 我狠狠地甩开他的手 冷冷地说道 谁和你好了一场 王志兴 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我傻 不懂得拒绝 不会对人恶言相向 所以你就一直纠缠我 他忙着安抚我 对我说 冤冤 我们都冷静一点 你别闹了 赶紧撤诉 你不为着我考虑 难道也不为着我们的孩子考虑考虑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 还想要摸我小腹 我退后两步 这才说到 那天你推了我一把 我装在了桌子上 孩子掉了 没了 天注定我们之间不可能 我不会撤诉的 王志兴呆呆地看着我 慢慢地他脸色油惊变怒 渐渐地化作一片苍白色 甚至他嘴唇都哆嗦了一下子 结结巴巴地问我 孩子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对 被你的好妹妹闹没了 滚吧 说完这句话 我拿着咖啡转身就走 身后隐约传来他痛苦的嚎叫 宛如受伤的野兽 开庭的那天 女警和我一起去了法庭 但是王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来 也没有请律师前来 在法官准备宣判的时候 我们确实得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王志兴杀了王科 在逃跑过程中 从围墙上跳下去 摔断了一条腿 如今已经逮捕归案 但是王志兴杀王科的动机 警察问了好久 他始终一言不语 由于这个案子牵涉到我 警察找我询问 我自然是把我所知道的都说了 大概是他和我吵架 导致孩子流产了 我正没说到 还有就是我铁了心的要分手 王志兴苦追了我好久 我虽然懵懂糊涂 且平时也没有主见 但是也知道 他开始对我还是很上心的 在得知我怀孕之后 他异常高兴 筹划着给宝宝买这样买那样 还翻字典准备给宝宝取名 他突然的态度转变 就是因为王科整个人变得暴虐 完全不可理喻 陌生可怕 我把这些都和警察说了 我私下里觉得 这些还是构不成王志兴杀人 他应该很疼爱这个妹妹 为着他不惜跑来 找我索要两千克黄金 给他做陪嫁 这边警察还没有走 我接到女警的电话 等着女警说完 我觉得好恶心 捂着嘴跑进了洗手间 直到把胃里的黄水都吐了出来 这才舒服一点 好心的警察递给我一张面纸 我知道王志兴 为什么要杀掉王科了 从洗手间出来 我直接对警察说道 为什么 警察问我 我和女警是开室内装修 设计工作室的 我主攻设计 平时跑客户和装修 都是他的事情 装修的人天天走家串户 消息灵通 苏城和海市 还是有些共通 王志兴闹出这等事情 女警就找人打听了 却得知 王科根本就没有谈男朋友 更没有准备结婚这回事 而是王志兴在青春期 竟然和自家亲妹妹苟且 导致她怀孕两次 都是王老娘 带着去小诊所流产的 这等事情 自然也瞒不了人 王家村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众人都是私下里议论 没人愿意说而已 如今王志兴要结婚 家里各种张罗着热闹 王老娘忙着准备装饰房子 购买洗被 那王科看着 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他两次流产 都是去的小诊所 书没有能够好好读 勉强混了一个初中毕业 如今在一家工厂打螺丝 又苦又累不算 还没什么钱 其次 他当时年龄太小 又是小诊所做的手术 留下了一堆后遗症 医生说他以后 都没有生育的能力了 鉴于以上种种 他内心很是不愤 于是就找王志兴闹腾 他说 让王志兴给他一百万 否则他就跑来海城 告诉我他和王志兴 那点肮脏事情 王志兴哪里有一百万了 所以压根就没有理会他 但是他真的跑来海城了 王志兴慌了 于是他就想到了 我收藏的黄金 他想他态度强硬地 让我把黄金拿出来 先哄好王科再说 我一向性子软弱 容易拿捏 他哄我几句就好了 反正他要当着王科的面 表示出他很在乎王科 对我粗暴凶残 以此哄好 王科不闹事 但是事情没有向着 他预想中发展 闹崩了王科要跳楼 他还说他要把事情 发到网上去 他最初和王志兴苟且的时候 还不满十四周岁 王志兴属于强奸要坐牢的 当时王志兴就是拿着我的金镯子 和LV的包 把王科从天台骗下来的 王科从天台下来之后 他就说他不光要我那两千克黄金 他还要我在海城的那套房子 没有理由他那个哥哥 做下这等肮脏事情 还能够娶妻生子 过他的幸福日子 甚至他还想要考公务员 而他只能在工厂打螺丝 录录终生 他让王志兴好好考虑清楚 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则等他七天出来 必定要公布他的受刑 王志兴心中很是慌张惧怕 于是他找自家老娘上议 王老娘一拍脑门 觉得我都怀孕了 怕个毛 只管拿捏就好 一来可以先争取到房子金子 二来还可以趁机敲打敲打 我这个未进门的儿媳妇 王家做梦都没有想到 一向软弱怯弱 又不善于言辞的我 在孩子留掉之后觉醒了 态度强硬地要求分手 且还找了律师要起诉他到墙 以及殴打我使我流产 事后王志兴找我道歉 软语相求 但是我把他拉黑了 一直到他在咖啡店拦住我 得知孩子没了 而我铁了心要分手了 他追了我多年 舔了我多年 眼看幸福唾手可成 却被自己亲妹妹闹黄了 一怒之下 他回家去找王科理论 但王科也不是十四五岁的年龄了 想想自己的一生 都让这个人渣哥哥毁掉了 他也委屈 两人开始是吵架 然后动手 王科又如何 不是身材高大魁梧 根本不是王志兴的对手 也不知道王志兴是有意还是无心 王科被他掐死 这还不算 他还拿着刀把 他脸滑滑了 胸口也被捅了 和警察说完这些 我虽然胃里没什么东西 但又忍不住要吐 真的太脏了 我没法子想象我 居然和这么一个人同居了这么久 女警是先一步 找王家村的人了解情况 在警察找我询问之后 也接到他们去王家村调查 警察的电话一般无二 连着办案的警察都大为震惊 这个案子是命案 审理清楚之后就移交法院 王志兴强奸杀人 还有入室盗窃 恕罪并罚 判了死刑 他在被关押期间 死活闹着要见我 说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否则他死不瞑目 我同意了 现在的王志兴已经不复从前 隔着那层玻璃 他问我 如果我知道他曾经和王科苟且 我会原谅他吗 不会 我坚定地说道 婚前男子或者女子有性行为 那是一回事 但是在青春期间 因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幼女 且这个人还是你的亲妹妹 这等行径与禽兽无异 我如果提前知道 我一定会告发你 听我这么说 王志兴面如土色 良久 他哆嗦着嘴唇问我 渊渊 你爱过我吗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放下话筒 静字走了出去 外面女警在等我 在王志兴被执行死刑之后 王家这个案子已经算是结束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 王志兴的老爹 趁着王老娘熟睡勒死了他 然后他投案自首了 根据王老爹交代 王志兴之所以会做出这等禽兽之事 竟然是王老娘教唆王老爹 在一家公司跑业务 一年到头 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家 他曾经想自己辛苦点 将了儿子女儿的日子就好过点 王老娘极为愚昧无知 在家带孩子打零工 沉迷打麻将 王志兴青春期有些不好的毛病 还有一些恋母情节 他不开导引导 反而让他找自己妹妹解决 王志兴虽然知道不妥 但还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做出了这等肮脏丑事 王科和王老娘找我闹腾他都不知道 等着他知道我已经和王志兴闹崩分手起诉提交法庭 而后又发生了儿子杀女被判死刑 一辈子的辛苦辛劳换来的竟然是家破人亡 老头子想不开了 趁着王老娘晚上熟睡 他拿着麻绳勒死了他 他也没有准备逃跑 在报案之前 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他家那个小畜生对不起 我等着挂断我这边的电话 他才报案自首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似乎有些成长了 不再像原本那般怯弱 胆小怕事 女警安慰我 幸好我有收藏黄金的癖好 提前让王家一家人的本性暴露出来 我却是苦笑 如果我在王志兴一开始追求我的时候 就果断地拒绝 也许就不会闹出这等事情了 乔乔冷笑 他说王志兴就是知道 我胆小怯弱 所以才可捉尽 不依不饶地追我 因为他知道 他家那点丑事早晚都会暴露出来 换个厉害姑娘 天知道会如何 所以在王科闹的时候 他就暴露出本来的丑陋面目 开始拿捏我 甚至殴打我 我轻轻地叹气 外面阳光正好 我慢慢地喝着咖啡 画着设计图 温顺善良等无措 奈何这世上人心险恶 迈入婚姻殿堂的男男女女 终究还是要在婚前考察一下对方家庭成员的品性 否则稍有不慎 勿终生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局 今年45岁 和丈夫方远 结婚21年 如今我们住着大房子 丈夫对我 也是照顾的体贴有加 可这幸福婚姻的表皮之下 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涩 我们两个是在单位联谊中认识的 我们属于文化单位 女生比较多 大多数都是未婚的女青年 而丈夫他们单位却是男青年比较多 眼看一个个的都奔三了 却还没有交往对象 单位主任也是发愁 便主动与我们单位领导交好 一拍集合之下 便敲定了那一次的联谊晚会 那次联谊晚会 我是无心参加的 彼时我家境还算是优越 相貌也算是出众 而且家里那边 已经有了合适的结婚人选 我便没有打算去参加 可单位领导发话了 市里领导也很重视这一次的联谊 也来走了个过场 我没办法 只好同家里人 说了之后便硬着头皮去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联谊结束之后 便有三五个男同志 将我团团围住 向我表明心意 但我早就心犹所属 连忙白手拒绝了那些男同志 然而 在我好不容易劝退这些人之后 不远处便又跑过来一个人 我有些不悦地皱紧了眉头 还未等他开口 我便说道 我想方才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家里面有了合适的结婚人选 这一次来参加联谊 也不过是单位硬性要求 很抱歉 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 对面那人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知道 我方才都听到了 只是在联谊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 你气质出众 样貌也出众 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 叫方远 我知道我没什么机会 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 况且你是说 有合适的结婚人选 你们又没有结婚 我愿意和那位宫廷 对面的男人身材高大 五官标正 脸上晒得有黑 笑起来脸上有两个酒窝 看起来有些憨憨的 可这样的他 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听闻他说的话 我连忙回道 你别竞争了 咱们两个不合适 而且我也心有所属了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说完这句话 便骑着车子离开了 我并没有去看他的表情 我相信我说完这句话 他一定会和其他人一样 失去离开的 事实上他在我这也 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力 家里人给我找的结婚对象 我是极满意的 浩敏是我一位邻居大伯的侄子 和我年纪相仿 长得高大俊朗 去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在本市有好几套房不说 他的单位也特别好 在那个年代 工资就已经远超大多数人了 在家里人的介绍下 我和浩敏见过几次面 他带我去郊游 我们像情侣那般看电影 吃饭 约会 每一次的靠近 我都能感受到 他沉重的呼吸 与加速的心跳 我对他喜欢得紧 所以其他男人在我面前 都比不过浩敏万分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方远却是对我穷追不舍 惹得我急了 干脆就将浩敏带到了他面前 说道 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的男朋友很优秀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方远看着浩敏 正愣了半晌 浩敏的眼神也有些闪躲 还未等那男人说话 浩敏便连忙拉了拉我 说道 春菊 咱们赶紧走吧 伯父伯母还在家等着咱们呢 而且我看这小子 应该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看着方远有些异样的目光 以为他是见了浩敏的优秀 受了刺激 也以为他不会再来了 却不承想 第二天 他却给我带来了重磅消息 第二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刚要骑车回家 没想到方远又出现在我面前 只是今天他脸上不再是先前憨憨的笑 取而代之的 却是令人陌生的严肃 我本不想理会他 可他却是主动拉住我 说 没想到你说的结婚对象竟然是他 我不是什么爱管闲事的人 在背后说人家闲话也不好当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别人骗了 他说着话便骑着他的大二八 拉着我的车把带着我往前走去 我见状连忙高声道 你带我去哪方远 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随即松开手说道 这样不安全 你跟我去了就知道了 见他没有什么坏心思 我这人好奇心也有些重 便跟着他往前走了 车子一直骑到市中心一处宾馆附近 才停了下来 而这宾馆的对面 正是浩敏所在的单位 他拉着我躲在一处角落里 这角落很窄 只能容下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贴得很紧 我有些不自在 就在我皱着眉头 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就听他低声说道 你快看 我闻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就见浩敏急匆匆从单位里走了出来 在门口徘徊着 时不时地看着腕表 好似在等什么人 不一会儿 一个身材火辣 留着波浪卷发的曼妙女人 从另一处朝他跑了过来 依偎在浩敏怀里 一幅小鸟依人的模样 浩敏却是一直在四处望着什么 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不一会儿便拉着女人 一同走进了对面的宾馆之中 看着方才的那一幕 我有些不可置信 随即便听身旁方远说道 你那结婚对象 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先前跟他们单位的人接触过 也见过他几次 每一次身边的女人都不一样 虽然并不是什么交往对象 但私生活这般不检点 你能接受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摇摇头 不可能 我和他也见过很多次了 他不是那种人 再说了 他是邻居大伯家的侄子 邻居大伯和我父母熟悉得很 浩民若是不靠谱 他也不会介绍给我 方远却是笑着说道 这男人哪 最善于伪装 表面上正人君子 实际上如何 自己家里人都不清楚的 你要是不信 就跟我进去看看 我被他拉着进了宾馆 开好房间之后 浩民的身影 刚好消失在楼梯间拐角处 他拉着我 一路小心翼翼地 跟在浩民和那个女人身后 看着他们打开一个房间的门 搂搂抱抱地进了屋 我的心灯时便沉了下去 他拉着我来到房间门口 房间隔音不好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 里面传来的花花流水的声音 以及阵阵 我的眼眶瞬间变红了 人也跟着瘫软在地上 我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回得家 脑海里反反复复想象着 方才屋子里的画面 耳边的声音 犹如从千里之外传来 我浑浑噩噩过了好几天 期间浩民来找过我 当时父母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我被一个陌生男人送回家 以为做错事的是我 替我在浩民面前圆场 还拉着他进我的房间 给我们制造独处的机会 我看到他那张脸 便能回想起那天的场景 我一句话不想再说 推着他就出了门 见我这般 父母连忙上前来询问 而我这才从浑浑噩噩中走出 一五一时地将那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父母听闻此事也是生气 一拍桌子便怒道 浩民看着温文尔雅的 怎么被地里这么花 还好你是发现了 要不然真嫁给他 以后有苦吃呢 倒是那天送你回来的小伙子不错 这几天一直上门说要看看你 不过我们以为他是 就没让他进门 他的确对我不错 但我真诚 也十分照顾我 但我对他只是不讨厌 并没有说爱他 喜欢他 后来也是在父母的安排下 跟他结的婚 经过浩民一事 我的心已死 和方远结婚 不过是顺了父母的心 方远父母早逝 他靠自己在一个好单位工作 属实不易 父母说了 他经济方面虽差一些 但胜在人好 对我也好 这就够了 我们婚后的房子是父母买的 就连结婚时候的酒席 也是父母掏钱办的 方远除了出人出力 什么都没有出 以至于后来在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总委屈说自己是下嫁给了他 不过这也是后来的事 且说现在我们婚后便住进了大房子 再加上我们两个工作稳定 平时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生活过的是一天比一天好 而他对我也是极好的 每天起床给我做早饭 洗衣 收拾家务 照顾我 都是他一个人做 方远对我的好 让我原本有些麻木的心 渐渐融化开来 我试着接受他 也开始对他好 甚至开始幻想 我们两个将来以后 有了孩子的生活 我们也确实在往这方面努力着 只是天宫不作美 意外在这天毫无准备地降临了 在我们结婚一周年这天 方远用半个月工资 给我买了一身昂贵的衣服 带我去了本市最好的餐厅去吃饭 回家的路上 我见马路对面有一间花店 我故意埋怨他说道 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可是什么都没给我买 今天好歹是咱们结婚纪念日 我想要一束花 方远一向都听我的话 闻声连忙转身 便进了花店 当他再出来的时候 我瞧见他手中扬着一束玫瑰花 脸上依旧是憨憨的笑 见到他这般 我不禁回想起我们初遇时的场景 脸上情不自禁地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我连忙唤了他一声 朝着对面的方向便跑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气笛声 在我耳旁响起 我扭过头去看 就见一辆车朝我急驰而来 我脑子一瞬间就猛了 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眼见那辆车就要冲过来的时候 一个身影冲上前将我推到了一旁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只听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就见方远一双腿被那车压住 他整个人都疼昏了过去 而我瞧见地上成河的鲜血 当时两眼一翻便昏倒在地 方远的腿没什么的大碍 皮肉进行缝合之后变好了 只是大腿根处的神经受到了影响 就连那一处也有了损伤 以后想要进行夫妻生活 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而我和方远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幸福家庭 也因这一次意外支离破碎 这种事情我没跟方远说 不过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那方面不行的事情 方远自己怕是也有了察觉 有天我半夜醒来 见方远不在身边 走出房门一看 就见方远自己躲在卫生间里偷偷哭 我见他一遍遍试着 却一次次失败地颓废 心中不由地难过 连忙推门走进去抱住了他 低声喃喃道 对不起 方远 我错了 我要是不让你给我买花 不跑过去找你 当时能反应快一点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 你怪我吧 是我害你这样 方远咧嘴哭着像个小孩 但他是个男人 怎么可能不介意 见我落泪 他连忙伸出手来 帮我擦掉 好半晌 抽烟过后 方远呼得冷静下来 他说 这是怪不得你 要怪就怪那开车的司机 没杀住车 只是结婚的时候 我答应过你 也答应过岳父岳母 现在怕是春菊你还年轻 我不能拖累你 咱们离婚吧 我文言连忙捧住了方远的脸说道 我不介意的 生活是我们两个人的 只要你在我身边 对我而言 无论如何 都是幸福的 我虽这样说着 但似乎对方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 毕竟这是男人的尊严 出了这事之后 方远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他阳光开朗 如今的他却是沉默寡言 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连人也变得猜疑起来 尤其是对我一次 我下班回来的晚了些 就听方远阴阳怪气地对我说道 春菊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你要是嫌弃我了就直说 我随时都可以放你走 但我希望你不要骗我 你今天去做什么了 这个时间 你们单位应该早就放假了 我听他这么说 连忙如实回道 我去妈那儿逛了一圈 顺便带了些饭回来 正好你也不用做了 方远点点头 但一双眸子 却狐疑地看了我好半上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方远人变得也愈发猜忌起来 他会每天下班来接我 甚至中午 跑到我单位来送饭 除了上班时间 他时时刻刻都跟在我身边 在外人不知情的人眼中 方远对我是极好的 可内心的苦楚 只有我一个人能懂 方远这般不是为我好 而是在看着我 他怕我有二心离开这个家 也离开他 我不止一次地向他表明我的态度 但方远对我并不信任 谈起这事换来的便是 无休止的争吵 吵得极了 我便会说 当年你什么都没有 我还愿意下嫁给你 我对你的心意 难道还不够吗 说起这个 方远便会回怼说 我现在嫌弃他了 是啊 我确实心里有些不痛快了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 让我和方远分开 再找一个男人嫁了 但方远是为了救我 才变成如今这样的 我怎么能 只是我嘴上说着不介意 但这么多年的无性婚姻 真的让我觉得 这段婚姻 当真有些索然无味了 我有过一些幻想 但我深知 自己并不能这么做 一直到第十一年的时候 方远腿部就急复发 连走动都成了问题 单位工作丢了 方远只得摊在小小的床上 生活不能自理 脾气也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方远都是为了我 才会变成这样 我包容他 宽慰他 在我的照顾下 方远虽然这般 但身体也依旧康健 甚至在我的帮助下 渐渐用着拐杖 也能正常行走了 但有时候 夜里他仍旧要在我的搀扶下 才能走到卫生间里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我和方远维持了二十年的 无性婚姻 期间他对我发脾气 对我不好 对我百般猜忌 我都一直陪在他身边 对他这般态度 我一开始虽有埋怨 可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又是一年纪念日 这天方远一 改平常的坏脾气 而是紧紧握着我的手说道 春菊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你容忍我的坏脾气 包容我的一切 今天是我们二十一年纪念日 我去给你买花 说着话 方远便要拄着拐杖 起身出门 我见他走路慢悠悠的样子 生怕他出门出事 连忙便追上前说道 什么纪念不纪念日的 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了 只要你好好的 咱们每一天都是纪念日 可方远却是拍了拍我的手说道 这是我亏欠你的 他朝我笑了笑 二十年了 我终于在他脸上又看见了笑容 可是再见 方远的笑已然没有了当初的韩静儿 换来的却是一种释怀 不知为何 我看到他此时的笑容 心中咯噔一下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眼见他出了门 我连忙便要开门出去 然而下一刻 却听锁头扭动声传来 我的心顿时便凉了半截 连忙叫开锁师傅来我家 还是晚了一步 我接到电话赶去医院的时候 方远脸上已经盖上了白布 我难以想象 他是如何拄着拐棍 一步步走上天台 又是怎么鼓起勇气跳下来的 方远死了 对我来说大抵是解脱二十年的无性婚姻与枷锁 困得我在心里挣扎不休 处理了方远身后事后 我无意间在他枕下 发现了一封手写信 看到信中内容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信中所言春菊 时至今日 我又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那会儿你坐在人群角落中 虽然你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 但你身上的光芒 却挡也挡不住 因为你当时结婚对象的渣 让我有机会地成取到了你 我答应你 也告诉我自己要对你好 我时刻谨记在心 可是那场意外的发生 让我变成这样 我并不想耽误你 我想你好 这么多年 我对你发脾气 对你种种不好 都是在变相地赶你走 但你对我太好了 你说不怨我 一直陪着我 我心中感动 侥幸在你身边 受你照顾这么多年 眼看你从25岁的年轻女孩 变成了如今45岁的妇人 我知道你内心的挣扎 也了解你的痛苦 20年了 你是时候该解脱了 既然你不想走 那就换我来 希望我的离开 能让你开启新的生活 希望我的离开 能让你再次寻到幸福 信上的字歪歪扭扭 我的泪流不止 字里行间 我似乎看到了 当初憨笑的少年 可是人啊 一去便不复返 虽然这么多年痛苦存在 但那又何尝不是 上天给的考验呢 一切皆是命运使然 方远是苦命人 而我则是幸运的 而我则是幸运的 我则是幸运的